今天首先講林鄭月娥 她沒有做特首 也有大半年 想不到 都繼續用我們香港人不少錢的 星島、LOW 全部今天都報導了 林鄭這個前特首辦公室 現在大半年 由去年7月到現在 去到1月 計算半年了 總共就花了我們1350萬 包括695萬是經常性開支 655萬是非經常性開支 那這條數就怎麼計呢? 話說每個月租金 就是金鐘太古廣場 就去到37萬的租金 再加上租金 再加上其他東西 443萬 另外日常的運作開支48萬 員工的薪酬都要204萬 我心想 林鄭月娥有什麼員工的薪酬 要加上204萬這麼多 真是豈有此理 那204萬員工的薪酬 就會包括一名高級私人助理 一名的助理文書主任和一名私人 就是司機 最少這三個人的薪酬 交加起來也不便宜 其實林鄭你都沒有事情做的了 要什麼私人助理 要什麼這個助理文書主任 簡直是扣鬧的 浪費了我們的錢 那非經常勝的開支655萬 就包括裝修費 說你裝修幾百萬 即使是包買傢俬 用不用呢? 連建制派 連這個幫助了阿布泰 五個九 李梓敬都說了 政府行政處回復 是令人震驚 質疑了 林鄭月娥一個辦公室 只是這半年了 都花了這麼大筆錢 為什麼不索性在政府總部裏面 找房間給她做辦公室呢? 為什麼要專門去租這個金鐘 泰古廣場呢? 當時都被人批評 其實以一半的價錢 你要望海的 在泰古廣場附近 比如海庫那邊 都可以有辦公室可以給你的 價錢便宜一半的 她租金 為什麼你不肯呢? 而且當時你租的時候 很多的辦公室 寫字樓的租金都下跌 偏偏這裡就日市 租金上升 用更貴的租價去租了那裡 這些政府都一定要解釋 為什麼是這樣的問題? 林鄭就說她原來每個月 都有平均二十六次 禮節性的活動和推廣 我不知道有什麼活動 是不是走去喝東西 吃東西 或者街市買菜都算是 每天一次差不多 一個月一次 需要這麼多?183次 你做什麼來的?對香港有什麼幫助? 香港現在這麼多問題 林鄭月娥還要花我們一千多萬 政府陳茂波又說沒有錢 又說香港財政儲備不斷減少 近這三年少了三千多億 黃絲不歡迎她 藍絲都罵爆她林鄭月娥 民網非常低的林鄭 半年的辦公室都花了一千多萬 好心給我建議 隨便林鄭這些平時都不是怎麼去見人的 隨便給她一張接枱 有需要的時候 政府總部在公廁旁邊還是什麼都好 遊客來到公廁旁邊吃杯麵 你就在政府的廁所旁邊 有些空位 放一張接袋 放兩張接椅去見客 受訪問就算了 花了一千多萬 難怪香港的那些公廁 為什麼說被人洗得這麼快 好第二 說一下殺效的問題 李家超星期二的記者就問 你預算下個學期 下個年度 究竟多少學校 什麼要殺效 因為收身不夠要合拼等等 李家超給不到實際的數字 只是說她會處理 如果收身不夠要合拼等等 不同的措施 很多學校都憂慮被殺效 最新下個學年 小學的派班 有學校都派了0班 表示沒有得新開小一的課堂 包括長洲一間小學 連教育界 教員的朱國強都批評 因為原來政府教育就要求 最少收到16人 才可以開 明年就開這個新的小一 原來她都收了15個人 欠一個 你說不是 標準就是標準 欠一個 不達標準就不達標準 我就不給你 原來人家就揮平了 原來之前 教育蔡若年那邊 是沒有跟長洲那間小學溝通 一來就說 對不起 你下年我派0班 沒得再開小一 為什麼溝通都不溝通 我想問一下 比較偏遠的地方 你是不是要長洲那些學生 又要搭船去中環去上學 要跨區 又來到 去到其他 港島九龍新界 你蔡若年是不是打過電話 或者派人跟她去會面 溝通 是很難的 或者電郵溝通都可以 沒有的 是溝通都不溝通 所以這班人是做什麼的 幾十萬一個月的局長 隨便就這樣說 下年 你不能開小一班 差一個就不給了 是不是應該給他著情權 給他時間 他試一下 可以收多一個 就算收不到 收不到 你都應該要給他開 他在離島 即是長洲 連這個新界校長 副主席 即是校長的副主席 都歸平 有些學校 下年就獲派零班 政府就給零班 不給他 就是再收少一 其實就是在收薪方面 教要求收少一至兩個 就是都是收十四十五人的 是不是應該給一些緩衝期 就是我都不知道你政府搞什麼 那麼你發展局 就說要填海了 填人工島 就說不要解釋 香港人口一定會減少 將來可能回升 可能會升 那你教育都是 你不要下下就禁意殺效 或者禁意就不給他開 那就是少一 是應該就要 你都要預算 將來人口會回升 填海 你就是人口就隨時會回升 但是殺害方面 又不見你這樣說 那個標準是怎樣呢 什麼時候你覺得人口會回升 什麼時候你覺得不會呢 就算你怎麼想都好 少少溝通 是不是應該要出現呢 現在你陳國基的共創明天 或者扶貧的計劃 幫助課代貧困國山 因為又搞出這個醜聞 半年 現在大概半年 原本就2800名初中生參加 其實這些計劃都不是新鮮的 但是陳國基 李家超政府 就說 不是平時社工去負責處理 就交給一些平人導師 在奧運拿過獎牌的 會計師也好 議員 律師 醫生等等 我初初都批評 其實社工才是專業去負責這些 他們全職去搞這些 去幫助那些學生 幫助那些貧困的學生 那些名人他平時都沒有空 前陣子的新聞都買完了 有些學生出來投訴 家長他投訴 喂 向他導師反映意見 尋求援助 導師已讀不還 復都不復你 每個月最少見一兩次面的承諾 什麼都沒有兌現 甚至幾個月都見不到導師 幫不了手 其實你政府應該把這些資源 就加強在社工的訓練 社工的待遇 讓有多些社工去幫助那些貧困的學生 而不是在那裏給那些名人 孤名釣魚 有些沒有心做事的 隨便應酬你政府就做導師 落到場的時候 不幫忙 不見面 不對現承諾 不做事 現在半年有21名的學生就退出了 又說學業繁忙 和活動壯期 總之就退出 這筆錢都花了1億4千萬 不夠半年已經退出了 社署接獲傳媒查詢就說了 至今都沒有接獲學員或家長的投訴 沒有家長投訴 沒有學員投訴 你不知道 你就認爲沒有問題出現 新聞賣光了 在他之前 你寫出來搞什麼的 新聞賣光了 有家長、學生向傳媒投訴 或者反映有不少問題 你寫出來無動於衷 就說收不到投訴 不做事 麻煩你有沒有主動去看新聞 主動去聯絡一下學生 去監察一下究竟這個新的計劃 做得好不好 這個是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其中一個 很重要的項目 現在搞這樣的成績 他出來 你覺得醜不醜怪 你社署這樣的回覆 就是收不到投訴 或者是異見反應 那杜莫斯和學生之間 溝通困難 關係疏離 你有沒有關心過 有21個學生已經退出了 是免得投訴 已經心灰意難退出了 你有沒有主動了解一下 為什麼人家會退出社署 究竟這幫人 由你教育到社署 是在做什麼 不知所為 再去到屋住處 話說 那麼入伙先幾個月的柴灣 那麼居屋 那麼疊趣院 那麼被居民投訴很多問題 包括了 那麼入住幾個月多多問題 那麼這些水分 造成很大的噪音 九十幾次一百分貝 由黃昏六點 吵到深夜一點 部分處戶根本就睡不到覺 好了 向管理公司 向房署投訴 別人不理會 為什麼 直到是怎麼樣 直到是環保署投訴 環保署證實了 那些噪音 是違反了它的噪音管制條例 防署才能更換水分 為什麼就是更換其中兩層樓 為什麼更換那些就沒事了 你根本就繼續吵 那麼我想問你防署是否下展 是否前隔 向你投訴你就不做事 向其他部門投訴 其他部門就說你犯規 你先肯做事 寫著那些我們收不到投訴 不做事 這個房署收到投訴 都不做事 那麼什麼時候才做事呢 就是call out 不知所謂的食水 就是食水 有膠粒 真的 出水量出現問題 那麼曾經大堂電梯 未拆過木板 保護木板 call發車 搞到擔架床 都進不了電梯 很多這些問題 那麼和你防署反應 防署就說 不如這樣 你們成立業主立案發團 那麼這些居民就批評了 貴星入署了幾個月 大家都不熟 怎麼成立業主立案發團呢 還有應該就是你防署解決問題 向你投訴你處理問題 而不是把問題就推卸給居民 叫他成立業主立案發團 如果你防署做得好 就是要跟進一些投訴 基本上就不用 居民就成立業主立案發團 唉真是 你說這些政府不同部門 真是很好笑 我寫處 明明看到有問題 報紙賣光了 不止一次 我就說收不到投訴 防署收到投訴 又不做事 或者這問題就推卸給居民 另外呢 繼續說說兵協 怎麼給港協現在 真是很大委屈 港協我想說 郭鎮庭 郭啟剛 楊祖哲 黃敏昭 他之流 全部就A事博社責 三番四次了 由籃球舉重去到冰球 都出現過錯歌的問題 那是不是你港協都有責任啊 不要像下下就賴兵協 今天傷害 有兵協的運動員 就是冰球運動員 顏卓朗 在881那邊就受訪問了 他認為不應該懲罰兵協 那現在港協就說 會啟動暫停兵協會員資格的程序 要一個月之內再交詳細報告解釋 因為隨時 因為就要減少 對兵協的資助 肯定就影響到運動員 影響到香港冰球的發展 那這位運動員 卓朗他就說 不應該懲罰兵協 是主辦方播錯歌 你懲罰兵協 就打自己人出口氣 就是表示你這班人訪協 沒有本事懲罰別人的主辦機構 沒有本事懲罰別人的國際冰球聯會 就懲罰自己人 明明冰協都跟著你的指引去做事了 只不過別人配合不了 我們就不懲罰犯錯那個 就懲罰無辜那個不知所為 搞不了別人搞自己人 處理不到Google 就處理自己人 這些什麼人來的 那就講解 阿霍振庭 你廢了垃圾就不要做了 好了 然後他就說 其實你這樣去懲罰兵協 打自己人 是發揮運動員的努力 影響香港冰球發展 那整件事不合理的 他說比起憤怒 他更加就是傷感 給了消息就說 廣協有人曾經表示 冰球港隊打來打去 因為都打四至六句 拿第三很容易的 因為他說 對於這樣的指責很難堪 因為說法很離譜 他是運動員 拿到冰球隊 史上最佳成績 是幾多年的練習 說真的 在世界冰球錦標賽 你排第三 拿銅牌 是絕對不容易的 我說這些港協 不單止不鼓勵不掌勵 還要說 只有幾對波 排第三 都不難 很容易的 這些什麼人說 我想請問 是誰說出來的 說出來的那個 麻煩 麻煩 你自己 你個人有什麼成績 他這麼多年 對香港運動有什麼幫助 而這些人 就負責坐在港協的奧委會 難怪香港的運動 一次又出現 一次又一次出現醜物 當日冬季奧運會 說港協整班高層 就跟機 搭來飛機過去 怎知道就沒有位 就給隊醫 就過去 成為笑話 去到都不是幫忙的 吃喝玩樂 在這裡玩 整班的垃圾 污名釣魚 然後還說那些這樣的說法 有幾對波 拿第三好意 你去打扮港協這班廢柴 處理問題不力三番四次出錯 運動員很努力拿到獎 不獎勵再說風涼話 懲罰不到人家的犯錯機構 就懲罰自己無辜的兵協 這個港協政府 想問楊潤雄 李家超 這些港協這班人 要不需要調換 要不需要更換 要不需要更換 這班廢了 問香港市民做了民調 覺得港協做得好還是不好 這班震庭霍啟官 黃敏超做得好還是不好 試試給市民評分 看會有多少分 那銀卓也都說了 其實為什麼大家的焦點 都放在過錯過過 沒有提及港隊就拿銅牌 非常錯愕 那他就說 這次港隊歷史性拿第三 港協記憶委會 沒有給予任何的肯定 你只是有這樣的成績 這麼好的成績 你港協很肯定對方 都已經是港協失職 是無能 是失職 你知道那些運動員前部 都是兼職的 要自己花時間 那有一個叫民建聯 立法會議員鄭永迅 雖然呢 只是港協的運動員 不是兵業的運動員 就說了 領隊關阮而 關阮而 一方面要照顧球員 因為很多球員 在波斯尼亞都病床 一方面 要跟國際兵聯開會 本身都很大的壓力 你鄭永迅就說了 體育總會 不應該依賴個別人員 處理國歌事宜 我想問 你不依賴主辦機構去處理 你自己處理不了 人家不跟你談 不跟你復合 你搞不了 鄭永迅 有什麼好提議 不如這樣 就叫港協額外派的人去做 你知不知道 今次兵球隊 22個人出發 有20個運動員 一個教練 一個領隊 關院而領隊 是要處理了所有的雜務 美其名叫領隊實際上打招 去到有一半運動員 發燒病了 他還要處理運動員發燒的事 要買藥 安排看醫生 很多事情做 為了額外去處理國歌的問題 他不是沒有處理 是只不過人家主辦機構 國際兵球聯會 答應了 但是最後還是沒有處理 領隊三番四次催促 人家都是沒有處理 就說OK 但是最後沒有做事 結果就犯錯 鄭永迅 你不要用你的低能的腦袋去說話 用一下腦去想一下 為什麼叫過分依賴個別人員 去負責處理國歌的事業 你不如建議政府 民族局派個代表出去 專門處理這些事 國歌處理專員 今天還好 當日疫情了 都叫酒樓整個什麼 就是抹海專員 你不就是整個國歌專員 說的東西完全不知所謂 這些就叫做立法會議員 低質低臨 無論這些人就是 那些東西幫不了手 因為他們期望兵業盡快交代 就說了這個月之內 就要交代 就等於港鐵上次明明 就在三月二十號之前 就交代 三月幾號就已經說 人家不回覆你 明明下期就是三月二十號 是這麼瘋的 這幫人 都沒有過下期 你就說人家不回覆你 這幫人是有問題的 而且人家的國際兵員 都承認了是他們錯誤 甚至道歉了 連中國那邊的大使館 他們都接受了人家道歉的 那你還罰兵協來做什麼呢 你現在罰兵協 甚至減少他的資助 是真的影響到兵球隊 和香港的兵球發展 還有了 香港兵頭副隊長 沈卓謙有接受另外電台的訪問 他說幾斤波折才拿到第三 希望政府理解運動員的付出 採取其他方法 而不是這樣削減活款 甚至暫停兵協的股權資格 他說一旦你這樣削減資助 訓練和出外比賽的機會就會減少 原來現在每個人參加這些聯賽 計算裝備 參賽費用 要自己都給兩萬多元 其實很多運動員都吹錢出來的 領隊也是 自己吹錢出來 為港隊爭光 然後還要受氣 讓你這幫無能的鄭永信 港協支流灑來灑去 究竟你這幫人有沒有聽到 運動員的心聲 好像這個大城市 訪問了另外一位 港隊成員 阿博 他都說 就是 他們一年前已經開始準備 是很用心的 有些比賽甚至因為 有些球員病了 就是有幾個人上不了陣 做到這樣的成績 希望社會重視 那也都覺得 什麼都賴了 領隊覺得是不公平的 那有沒有聽一下 運動員的心聲呢 他們這幫人 然後你們這幫官 平時對運動又不見 你有什麼見識 一出發去的比賽 就大合招 抽水站在中間 運動員站在後面 站在旁邊做背景板 拿到獎友出來抽水 林大輝那些 承諾了50%的獎勵 因為又要走數 或者減少 香港就被這幫人 這些外行人搞體育 當然死得了 是不是 所以這次兵協都反擊的 就說不如這樣 日後就怎樣呢 如果未完成核對國高的程序 不要安排任何的球員就進場 這次主辦單位工作人員 調心心 對方都承認責任 為什麼繼續懲罰兵協 兵協都說 他是有跟著你的指引 有準備了USD 合規格的區域 甚至多次要求對方 去跟進 去覆核 而且 兵協都說了 港協在上年12月7號 就出信 要求國國准會 在兩個星期之內 將港協下載國國的連結 就交給世界所有的運動准會 包括今次國際冰球聯會 但是這個連結 原來是根據你港協 就發給別人的 可能別人覺得 你之前就發了連結給我 就是要被USD說 我把鬼嗎 誰知道港協給了連結 因為有三條連結 無論是你中文版的連結 或者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中文的網頁 或者是英文的網頁 三條連結 都是去了 大陸中央人民政府 下載國歌 簡體字中文版 到一二 裡面是不少檔案的 因為有不同的版本 有些現場版 有些演奏版 有些演奏版等等 人家都不知道下載誰 也不懂得看中文 到現在 你港協面對了連結 指引出現問題沒有 三條連結去同一個頁 不用三條連結 英文版本 都不是去英文那頁 去中文那頁 你當全世界都會看中文 而且就算你下載到下來 因為有中文 變成亂碼 因為其他國家 他們的中文就變成亂碼了 最終都下載不到 你港協迴避 你指引連結的問題 一味就只是說兵協有問題 就是這件事 你應該受到批評了 要懲罰 你也不要社責 港協都要一起受懲罰 或者最少港協有人 要出來鞠躬道歉 受處分 最基本的 因為你連結真的出現問題 是不是 還有最簡單 搞這麼多做什麼 又USB 又硬碟 又連結 你弄到雲端檔案 就一了百了 是不是 有時候人家碰到 不讓你插USB 有些甚至連硬碟都插不到了 雲端檔案 高科技年代 現在雲端是好意思 我會用 你會用 大家會用 偏偏你港協就不會用 不走去用 雲端檔案的國防檔案 就可以了 搞定了 用不著這麼複雜 整班人 社會嚴達 這班人 但是做事就低能 出事就捨博 你說怎麼會搞得好